你 悠悠 你都这么大一个人了 怎么吃东西 还吃得到处都是 你怎么不吃啊 是挺好吃的 你喜欢吃啊 那我得给你吃啊 你多吃点 我最近减肥呢 对了 你 你不是要拍宣传照吗 你这么吃的话 你就不怕伤劲脸会胖啊 不怕 反正我也是运气好 才选上的 他的宣传照 也不会有人认识我 为什么这么说啊 你也是被邀请来的呀 但你知道这个作家论坛 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吗 大家都超厉害的 也都有自己的代表作 我呢 就是专栏写得有进步 陈总编特意奖励 给我的名额 不然我才参加不了呢 这样啊 但是我觉得 你写得很好啊 跟那些人比 差不了多少的 没有 其实一开始拿到这个名额 我还有点怀疑 我觉得 是不是搞错了 后来我才知道 你跟陆明 都跟这个项目有关 我甚至还想过 是不是你们那部 做了什么手脚 怎么会呢 是啊 后来我一想 这个项目那么重要 你跟陆明又多那么忙 哪有时间特意给我腾出 一个名额来 况且你今天才知道嘛 所以当然不可能了 那就祝我们的大作家 可以在论坛上顺身俐俐的 谢谢 调得还挺顺利的 希望嘉宾们能喜欢 悠悠 悠悠 你看什么呢 我好像看到陆明了 不是吧 陆明来的话 肯定会告诉我们的 你是不是看错了 可能我看错了吧 可能我看错了吧 估计啊 你是想你们家陆明了 看谁都想他吧